其實對於一個小男生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夢想對不對 你後來還跑去考舞蹈系 為什麼 要深入其境吧 因為覺得觀察不夠嘛 對啊 就是常跟舞蹈科的同學混在一起 然後會是一個很有趣的生活狀態 就是我美術科 我畫的東西就是舞蹈 然後可以跟他們一起排練 然後聽一些生活的趣事 然後芭蕾舞者的生活趣事 對 就是或者是一些排練狀態 你都會看到不管老師罵人也好 或者是角色的競爭也好 這個都會是我記錄下的一些 很重要的狀態 素材 對 還有素材 北一道呢 你走在校園裡面 你大概適應個一兩個月 你就知道迎面走過來的同學 是哪一個科系的 舞蹈系就是很明顯就是外八 外八的中法嘛 還有就是脖子的這一段 對啊 壓肩膀 對 很挺 我們一般人招公車可能就是這樣 公車這樣子 對 對 對 那芭蕾舞者可能就是肩膀一定下壓 然後脖子延伸 然後再延伸 這種這種 他們招公車是這樣招 對 所以他們打招呼也是這樣 對 對 對 就是會有這種Polder Bra 因為就是跳舞 對 你看是不是走在北一大校園裡面 如果有這樣的姿勢就是舞蹈系 如果他穿的比較普通一點就是聚色系 或者是藝館鎖 這你說的 對 對 然後如果這個同學氣質非凡一點 就是音樂系 音樂系 還有撐陽傘 對啊 其實我覺得芭蕾舞世界是一個很 對我來講是很反差的一個世界 對 然後你看在舞台上 公主 王子 皇宮貴族 很漂亮 很漂亮 再加上了交響樂團 在你坐在觀眾席 就是一個非常棒的視覺饗宴 沒錯 對 然後你很容易進去那一個 所謂的芭蕾舞世界裡面 因為他故事沒有很難 就是很簡單 然後 但是他背後的付出是 你很難想像的 對 一個專業的芭蕾舞者 他每天都要上課 每天 每天 不能不練習 因為他的肌肉的使用 他會記憶你 我個人覺得他是有記憶性的 就是你今天舉腿舉到90度 對 對 然後你已經知道你的肌肉怎麼使用了 對 然後當你不再去記住他 你的肌肉怎麼使用的時候 你就會忘記了 你會找不到那個感覺 所以為什麼我會講練舞 就是一直練習 一直練習 要一直去找到他的那個 肌肉的使用的那個方式 所以難怪我們在你們的 你的書裡面會看到 芭蕾舞者無時無刻不在拉筋 對 他們腦中 腦中都在想著芭蕾舞這件事情 所以你們真的會 比如說要按那個電梯 是拿腳去按 騎單車的時候腳是張開的 所以真的 真的是這樣 就是這些梗也都是 真實發生過 對 而且就是我舞蹈系的同學給我的 真的嗎 可不可以講一兩個例子 他們生活中會怎樣 畢竟你跟他們生活這麼久 例如說 例如說可能 我們在一個很放鬆的狀態 可能是這樣子在講話 對 沙發上就這樣 對 他們可能會就是這樣子 欸 惠玲你覺得什麼什麼的 就是這麼開 他就是一定要拉筋 對 無時無刻 他也不是拉筋 他就是自然而然 他就這樣打開了 對 然後甚至我們要去 要去哪邊看演出 就是大家可能 一起坐一台計程車 對 那你就會發現說 我們計程車就這樣子叫 就OK了 那他們可能就會是 就是這樣子 對 就是無時無刻 二四小時都是不打烊的舞蹈劇場 對 就肢體非常非常的豐富 對 有沒有哪一些同學 哪一種行徑最令你們討厭 下課之後都一直說他 有啊 有啊 有就是 就是 特別是 特別是 一些 筋開腰軟的同學 然後 就是已經下課了 然後他可能還在那邊壓腿啊 拉筋啊 然後念念有時就就會覺得說 我的腰怎麼這麼硬啊 或是我筋怎麼這麼不開啊 好討厭 等等前五十名 對 不過說回來 我認為芭蕾舞者真的很努力 很認真 他們就是要這樣才有可能成就舞台上 很漂亮的那一面 對 我覺得芭蕾舞世界是這樣 就是你必須要一直練習 一直練習 一直練習 對 你不練習 你就沒有辦法 到達那樣子的成就 當然老天爺賞飯吃 就是 如果你有先天爺有很好的完美條件 你已經有基本分五十分 另外的五十分就是要靠你的努力 去練習 對 我覺得台灣很多 很不錯的舞者 在世界各地打拼 那我覺得台灣有這個能力 去做一個五一品牌 不是一件難事 可能我累一點那沒關係 對 那就是做吧